天天在门口等着吃 走 来 吃吧 这一下就突然降温了 昨天穿个短袖还脱得住 今天要穿厚衣服了 这一下降了十几度 冷空气来了 喂鸭子喂猪 喂完了 带土豆妹去献神 做一下康复 前面生两胎都从来没做过康复 第三胎说去做个康复 交了五千块钱吧好像 康复什么我不知道 就是把身体各方面 哪里松拉弄紧一点是不是 这个生小孩嘛 是把这盆骨啊 哪里落七八糟的东西 咱也不懂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哈 是负责接送就行的 啥时候去送 啥时候回接 喂猪 快吃哈 早上吃点玉米哈 好了走了哈 土豆妹还在家等我呢 等下去晚了又挨骂 就就就把新包背上了 开玩笑有新包不用 谁用旧包啊 这大哥送的就是香一点哈 大哥送的哪个位大哥 我这位大哥送的 我这位大哥送的 谁送给你的心里没底啊 告诉你哈哈哈 现在到了 我坐在车里面等两个半小时 这个闺女哦 这个闺女我保不住 一不担心了我就保不住了 不让我保 在减担一个小时 我估计就出来了 只要他不闹啊 就好待 你哭啊 那待不住了 什么哄都哄不住 来吧 叭 我 你怎么跟我一样黑啊 你可千万不要像我的皮肤 好黑啊 两个半小时 足足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已经够快的 两个半小时 我都可以挖十斤冻笋 天天就知道挖冻笋 挖冻笋 你把你挖也不带去挖 坐哪了 坐哪了也没看到坐哪了 坐骨盆呢 你被我腿都直了吗 直个屁 这是要换尿不湿啊 对 你看我抱着就笑个不停 你抱着就甚无可尿 我还是这种表情 这闺女好像认识你 废话我必须认人好吧 你拿这么好的包装脚不湿 没办法 那的是怪不得哭 我拿了纸 看到没 看到没 出门就是这样 带娃出门就是这样子的 看到没 啥都有 你弄它怎么弄它 都不哭 都是笑的 我怎么哄都是哭哭哭哭 为什么呢 还拍爸爸的小棉袄 怨妇一样 你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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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省一下 当妈的就是不一样 屎片都能搞这么好 不漏 屎片怎么玩 放那一桶啊 去 刚刚真的就个超市 去 给小岸买点东西 哪个 赶紧买吧 这什么东西 鲍鱼啊 鲍鱼还真好看 好看不 没见过 没见过 买了一顶虾 这个叫什么东西 花甲是吧 大杂蟹 这个算了 这个去不来 死女人一买单 就跑到门口等我 一买单就跑到门口等我 我没钱 扣了我两万多块钱 四万钱 我没钱 我这些买损得了的 你以为 明天自己去挖吗 容易吧 回去了 拜拜兄弟们